中国因为疫情 封城又塞港 重创了它四月的出口成绩 这是谁的危机呢 又是谁的转机 广达人保四月营收开出来 重衰四成 台湾科学园区更是受到了冲击 影响有多大 而就在全球两城货柜船队 大塞港的同一个时间 长荣居然反而运力大要进 化危机为商机了 这算盘究竟怎么拨的 没有错 其实昨天的美国股 事实上大家吓到了 事实上道琼斯是直接跌掉了 653点 跌幅将近两个百分点 但是仗加最恐怖的事情 是标准500指数 昨天竟然一口气 跌掉三个百分点 使它指数直接跌破4000点 这是2021年3月份以来 最大的一个跌幅 其实让大家吓傻了 但是最恐怖的事情是 把恐慌弄到极致的事情 是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一口气 跌掉4.29个百分点 这是2018年11月来 最低的这个价位 那当然问题出来什么地方 如果你再把昨天油价 大跌8.2个百分点的话 似乎都剑指着 到底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答案就是中国封城 因为中国封城 已经让全球通货膨胀 还有甚至对全球的 外来景气 已经产到疑虑 所以油价才跌 那事实上中国的封城 有多严重 我们来看一下4月份的出口 不错 台湾4月份出口还不错 可是中国竟然交出 这个成绩单 你能相信这是中国吗 他们进出口总额竟然跌掉 只剩下2.1个百分点 而事实上出口部分 只微幅增加3.9个百分点 这个数字真的是匪夷所思 表示中国的这个封城 已经确实造成 它出口状况非常严重 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出口 那不要忘记的内需 还记得前阵子 中国为了拼内需 不是说你可以买汽车吗 然后房子你随便买 对 它整个政策大补田 这个就是看准这个 还要第二座的超级工厂 还有那个什么 这个家电你随便买 有没有 这是什么家电下乡 所以现在的经济复苏要逆袭 就靠扩大内需 结果出来数字让他哭了 为什么 以中国最热卖的丰田汽车来说 4月份新车竟然销售数量 只有6万多台 这个数字是年减 6万多台是什么概念 年减三成 就是比去年也是封城的时候 比去年的状况还跌三成 但是你如果讲日产 日产更惨 几乎已经日产更惨 这有点顺道 现在状况是跌掉46个百分点 所以内需市场状况 非常的不妙 好了你说这就是小事情 你到时候去花点时间 花点补助也许救得回来 但这个事情可大条了 我们知道苹果在中国 养的不是百万的劳工 有人估计苹果的广泛劳工 可能是五六百万人 包括我们说的MacBook 还有他的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 iPhone 还有平板电脑 还有其他商品 其中传出一定的信息 就是大家都关心 因为京东方拿到了 这个OLED的订单 那预估今年应该生产的是 4千片 4千万片 就出来结果是上半年 可能只有900万片 市场猜测 是不是因为这个驱动IC不够 但是有这个韩国都看在眼里 他说不是 是不是京东方 他去篡改了iPhone LED的 这个所谓的设计 在这个TFT这部分的 所谓的面板部分 这个线路部分 他做了一些改变 就被苹果逮到了 苹果说这样怎么可以 你怎么可以改变我的这个设计 下一个命令 你给我停货 你给我停货到改善为止 这样就是更严重的情况 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境 消失的苹果供应链 京东方是全世界最大的面板厂 应该出货4千万片 现在只有900万片 差了一个零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了 9月过不了多久 9月iPhone要出新机了 我问一下 这会不会受影响 iPhone新机会在那里生产 iPhone新机会在这个 郑州来生产 所以现在有担心 这个现在没有错 他们现在是所谓的环币来生产 就是说他跟外界隔离 里面在里面吃住 可是有郭明秋就担心 如果这个封城 继续到6月7月的话 iPhone 14可以来得及吗 但是这只是其中之一 我们知道前阵子 广达事件也闹得很大 就是员工要冲去宿舍这个事件 才知道原来 整个MacBook在上海已经停摆了 这个占MacBook的产能是高达20% 其中最恐怖的是仁宝 仁宝在昆山帮iPad来生产 它的产能高达50% 可能全部现在都是停止呼吸 这个情况下当然就好奇 这样子苹果会不会损失很大 但苹果是说我们还在控制范围 但苹果可能在烫雪了 为什么呢 因为苹果最担心的事情是 当我新机不能出来的时候 当我的Mac不能出来的时候 别人攻占我的市场 不是这个担心吗 事实上它有几个大丁人包括索尼 索尼就趁这个时候在5月10号 要发表他们的Zibria的最新的旗舰机 这个旗舰机里面也搭载了 所谓降噪音的这个耳机 坦白讲这个应该是非常炫的 但是Google把杀手给出来 据了解Google在5月12号 除了它出了这个新款的 这个Pixel的手机之外 据了解它要推出折叠式手机了 而且这个价格比三星更便宜 为了这些手机 他们自己设计的晶片 更厉害的是什么地方 它自拍的那个已经没有所谓的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那个框框没有 它直接用了最新的技术 叫屏下的一个所谓的摄影机 这个简直是针对苹果来开枪 那Motorara这时候也来 吹出新的手机 所以这一波波的压力 对于中国的影响 对于苹果的影响 恐怕我们现在还要观察 好 杰明刚我们看到是中国的封城 封到他自己四月份 你看看 整个四月出口成绩掉得一塌糊涂 但是也拖累了台湾 我们看到科技部长昨天 说出了让人家觉得 台湾真的受影响了 而且影响的层面是科学园区 这影响冲击有多大 一个蝴蝶振个刺 我们这里刮海啸吗 对 因为这次吴正宗 他所谈的事情是大乎大家意料之外 因为目前为止在之前各个科技厂商都说 中国封城其实对台湾本土的科学园区 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吴正宗说法不一样 他说其实包括上流原物料的通膨 以及塞港问题 逐渐可能在竹科会产生效益 带有淡输 他说目前为止 大家库存还够 但是如果这个封城继续下去的话 恐怕竹科会出现成长 一个衰退的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是真的很恐怖吗 当然恐怖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 你看我们的NB大厂包括广达 他就公布四月份的营收 直接报检到只剩下667.28亿 月检高达39.5亿 那人保四月份营收只有539.2亿 那月检也到了39.7个百分点 看起来灾难会不会冲击到科学园区 是大家所关心的地方 这个冲击现在是最惨的时候吗 没人敢打包票 为什么 全球局长还有高达两成的货柜船队 塞港塞在那个地方 动弹不得 对 这是加拿大皇家银行所公布的数据 我们都以为塞港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 他说没有 事实上塞港问题比以前更严重了 他说中国你现在能想象吗 在上海的前面 至少有344艘的船只 在前面动弹不得 现在已经状况这样子 中国运往美国的这个产品 比以前多了74天在海上走的时间 以及塞港的时间 中国运往欧洲的部分 也多了将近4天 甚至有些港口的时间比往前 以前还多了21个百分点 所以这个情况下 这塞港问题是不是造成大家的担忧呢 但是这个时候有些公司也很开心 我们知道陆续今天看这个报纸 最开心的就看海运业的财报 那么阳明海域4月份营兽就公布出了 368.65亿元 年增率高达将近7成 是历史新高 那长荣更可怕 长荣一口气交出了561.99亿 创下史上的第三高 这是怎么办到的 今天塞港塞得一塌糊涂 这是危机 他怎么化危机为转机了呢 长荣现在有三大利多 真的是太神奇了 第一大利多是 长荣好像是有预测能力你知道吗 在疫情前 其实大家航运价格很弱的时候 他就大量买进船只 所以你知道吗 今年新增的数量 他新增的数量占全球新增的数量 请说明他现在第六名 他是第六名 但他今年新增的这个 所谓的标准货货的数量 竟然是全球的20% 第一个利多 第二个利多是长荣他本身 也在乎的就是我的港口 要有自己的装卸码头 所以他在台北港 当时台北港在规划的时候 他就塞了一个自己的装卸码头 你知道吗 你说台湾自己国家 自己找装卸码头OK 但是你知道吗 他竟然早就在美西布装 我们要知道在美西的港口 基本上都是家族经营的 他竟然可以杀破同围 拿到了一个所谓的 这个我们说的卸货港口 那表示什么东西呢 表示别的船 还在旁边等等等等 对 就看到一艘船 就直接开进了港口 直接卸货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 一开始跟他讲疫情 离我们好像越来越远的超前部署 这个就是超前部署 而且你知道可能他的排名 他是往前的 邀请您一起加入 57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挖跟巷 一等待会儿